现在我一夜干已经脆了三四个小时 我现在想到一个方法 夹把芭蕉线在这里 用两个烧鸡都是通的 盘盘盖着它 下面一个烧鸡 当然烧鸡太小不行 现在烧鸡太小 我唯有把尾部剪短一点 然后我把两个烧鸡放在一起 不要让烏鸡或蚊飞进去 然后用花椒线向着烧鸡吹过去 现在风扇已经关掉了 因为已经没电了 我一夜干已经很干爽了 摸下去会黏手的 黏着就代表你已经没水了 它已经是黏的了 即是那些鱼的黏性 是出了来的 你可以看到那只手是 黏着 你把手指放在一起 你是黏着 就表示那条鱼已经干了 因为有一种很黏的感觉 如果这样干了 我们就可以 将它找个 现在 就是牌子好少少的保鸡袋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 测胶也说有些问题 我就找个保鸡袋 就放在冰箱里 如果你不是想明天会做的 你甚至可以摸 可以放在冰箱里 都可以 因为很多鱼 解冻了之后 都是一模一样的 根本它本身一上水 就要用冰箱冰死它 所以现在鱼 比较新鲜 而且好吃 因为现在鱼的储存 技术很高 它根本一上来 未死 已经立即用大量冰箱冰死它 被它急冻 令到那条鱼 保鸡 你去到市场买回家 立即剖掉它 它都很新鲜 这个是技术性的突破 其实一直都有的 不过我相信现在是更加好的 谢谢大家